范爷沉寂五年后回归 那鱼这五年直接白干了 都说在妮妮身上能看到范爷的影子 黄色亮片搭配复古发型 在妮妮的演义下 简直比风情万种还风情万种 浅绿色立体叶子领服 不仅洗涤了我的眼睛 还侵入了我的心皮 黑色丝绒造型 比黑天鹅还要高贵 刘诗诗一席白者粉女郎裙 若不是颜值撑着 根本没啥看点 庞颜黄色短裙齐刘海 看上去像风像雨又像雨 唯独不像女明星 钟楚希这金光闪闪的一身 还不如简单的港风 更能诠释她的美 赵露丝这二十块钱一米的人造年 难道是用四件套杆的吗 据说这是全球首穿的某高定 杨颖为了穿上她 还硬生生把自己瘦成了排骨胸 粉色花朵造型裙摆随风飘扬 好看是好看 清纯清新 唯独缺点霸气 白色金属拼接盘发 转身的瞬间 确实惊艳到了我的三观 可若是跟范冰冰比 差得真有点远 热巴一开始出圈的就是美人鱼造型 紧接着玫瑰公主礼服 头顶玫瑰皇冠 一出场就光芒万丈 然后是羽毛大披肩 造型霸气又凌厉 小蘑菇短发宛若巴比娃娃 可这眼神 怎么看着有些不自信呢 经典的还有蓝色妖姬 海边仙子 至近贺本 各个都是经典 震荡所有的明星都在慢慢接受 热巴即将成为星晋坦王石 谁曾想 冰冰却在这时候回归了 同样是大批肩礼服 范冰冰穿上 明显气场更强 大蝴蝶结 更是惊艳完美摄影机 金色战袍一出场 直接登上国内外热搜 虽然沉寂了五年 但五年后再次出手 直接让那羽女星一夜回到解放前